哈喽大家好,我是玛琳达 今天呢,我们来学折一只再再设计的水晶玫瑰 玛琳达姐姐,你出一个水晶玫瑰的视频吧 超好看,可惜我折残了 这只水晶玫瑰和之前我教过你们的Lover玫瑰一样 都是由酒杯玫瑰改编的 所以说有很多步骤可能会和那两款玫瑰相像 这张呢,是水晶玫瑰的CP图 可以看到第二个V字结构 就完全是酒杯玫瑰的V字结构 从CP图也可以看出,这个水晶玫瑰不是特别难 这次折这只玫瑰,我终于解锁了比较好的整形技巧 可以让这个花心和中间的这些花瓣弧度圆润,间隙一致 这个整形技巧也是适用于大部分的玫瑰花的 所以一定要学哦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折这只水晶玫瑰呢,我用的是15厘米的无印良品的纸 那建议大家用双面都是同色的纸 而不是像我这样的 首先就是把这个纸上折出16x16的格子 现在8x8 现在8x8 嗯 在这里的纸上折出一条纸上折出 这样就是一个16乘16的格子 之后呢再对折 然后把这里最底下的一格折一半 另一个方向也是一样的 之后呢这样子折成小正方形 然后把这里最小的一个格子沿着它的对角线折一下 这个就会成为它的花心 那现在就在白色的这一面背面捏一下它的花心 捏中间的小正方形以及它延伸出来的四条线 这样子 沿着小正方形对角线把它给戳下去 然后这样合并上 之后前面的往右摊平 后面的这块往左摊平 之后呢再打开 右边的往上摊平 左边的往下摊平 这个就是花心了 然后到正面来 把这条边 朝着这条边来折 然后这个点 需要折到这里第一格的这个点 对齐这里的点 然后底下的捏一条折痕 捏到这里就可以了 然后每一边都是同样的处理 然后再打开 我的帅 我说 这样子的四条线就都出来了 然后呢到背面来 从这个点连接这里 小正方形的这一个点 这样子做一条折痕 每一边都是同样的 这些折痕做好之后呢 这个花心到时候就可以做出来了 然后再摊平 之后呢我们就需要先做这里的折痕 在细皮图上是长这样的 那么首先就是 这条边是我们刚刚捏出来的边 从这个点开始往右 一二第三格这里 这个点开始往下 需要延伸到这里 做出一条线 然后呢同样的这个点 朝着这个点来折 这个点就是这里完整的格子 两格上去的这个点 那就捏一条 这里的那个斜线 然后同样的这条线 可以一整条都捏出来 然后这里垂直的线也捏出来 这三条都捏着之后 把这里的纸 这样子压平 压一小段 里面就会形成一个新的折痕 这里 然后呢翻到背面 我们需要从这个点开始 朝着上面这个点来折一条线 然后再从这个点 连接这里这个点 也做一条线 就是这样的两条 那么第一个V字结构就做完了 到时候收起来之后 它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之后呢 这里需要再做一个酒杯玫瑰的V字结构 从这里往右延伸两格 从这开始 先折这里的一个平行四边形 之后再继续折其他的折痕 那就是首先捏平行四边形的长边 连接这两个点 这里就需要照着CP图来了 然后呢 从这里往下做一个45度的线 也就是说这里往下连接的这个点 应该是这条边的终点 之后呢 从这里往下连接一个短边 那这个边其实就是这个正方形的对角线的一半 然后再从这里连接过去 这样一个平行四边形就完成了 之后呢 从这个点往下做一个垂直的线 这样子下来 并且从这个点连接这个点 把它给连上 然后这里也是同样的 它的垂直的线已经有了 所以直接这个点连接这儿 这样子V字结构的折痕就都出来了 那我们现在要把它给先捏一下 这个详细的V字结构呢 大家可以去我酒杯玫瑰的视频里面看 那么先把左右的这两条边捏住 然后呢 把这个平行四边形沿着它的这条对角线 这样子凹下去 之后 把它往中间挤 沿着折痕 就可以把它给摊平成一个有弧度的样子 是这样子的 之后呢 前面这一小半 这个小三角形 把它给盛折到中间去 这个就是这里的V字结构最后会变成的样子 那之后就是这个角 折一个45度的 折到纸层中间 就这样了 这一条的折痕就全都完成了 之后每一边都是同样的处理 照着CP图来者 做得不错的 这一条的折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样子四边的这两个V字结构就全都折完了 之后呢就来取这边的线 首先找到CP图上的这个点 也就是三乘四上来 然后从这里往左连接一个三乘二的这个点 然后往上连接一个三乘一的点 这样子上去并且延伸 然后呢这个点往下做一个二乘一的 做到这里 其中左边这个变成山线 右边这两个变成骨线 也就是说在背后把它给捏出来 就是这样的三条线 之后呢在这里在背面弄 这里往左往右做两条45度的线 这样子之后呢这个角往后折 这样折痕就完成了 那我们可以先收一下这块 这里是凸起来的 然后其他的都是凹下去的 会变成这样 这样子可以捏紧 然后这里的这个 这样子一捏 剩余的那条折痕就可以取出来了 那所有的角都是同样的处理 现在呢四个角的 这一块折痕也全都折好了 之后呢就要进入把它给收起来的步骤 首先还是把这个花心给捏出来 然后呢收这里的V字结构 先收里面的这一层 然后收外面的这层鼻子结构 这样子收好之后呢可以往中间把它给聚合一下 然后呢这个角这里的折痕也是按照现有的折痕把它给捏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了这样子差不多对吧收起来了 然后赶快整理一下内部 然后赶快整理一下内部 这里把它都沿着折痕给弄得平整一些 可以使用镊子的帮助 那么里面就变成这样了 之后呢这个花心也需要刮一下 可以用镊子套着套子来弄 也可以用那些织毛线用的那个棒 或者是发簪之类的 比较圆润的小棍子都可以 如果用指甲的话 就要小心不要把它上面有颜色一层涂层给秤掉 如果秤掉的话就会有一些白点点 把这里的花瓣都磨得又薄又煎这样子 然后里面比较有棱角的地方把它给刮的圆一点 现在这个花心已经不错了 那么就可以把外面的这些花瓣也都收起来 左边的放到右边的里面 然后可以把底下的这个收个口 这种玫瑰花呢有很多种收口的方法 我的这一支是收成这样 每次收口都收的特别丑 把它稍微的往下按 也可以上个胶定一下形 但是中间记得留个洞 这样有助于到时候 如果你想把它给折成一整根 的话就可以把那个花筋给插进去 那之后来处理这个花瓣 先把花瓣需要粘的地方给粘一下 就这个小三角形 然后这里这片花瓣 中间的缝隙也可以把它全都给粘起来 然后外面的花瓣可以翻开了 如果你觉得这里翻开的程度有点太大的话 可以在这块再上点胶 这样子也是固定了后面的收口 这样子也是固定了后面的收口 然后打开第二层的花瓣 小心不要把纸给撕烂了 又到了大力出奇迹的一步 把这个花瓣给卷一下 在这个花瓣的三个角上面卷 就可以让它变得很逼真 在这个花瓣 在这个花瓣 中间的花瓣 第二层花瓣也可以卷一下 第二层花瓣也可以卷一下 里面的花瓣就不用卷了 把它们给再整理整理 然后呢 为了让它这些花瓣 中间的缝隙 都比较均匀一点 然后也让它里面那些 比较方的地方能让它变得圆一点 拿出灰心针 在这些需要缝隙的地方 把它给插进去 然后里面比较方的地方 想要不让它变圆嘛 就可以把这个灰心针也塞进来 让灰心针把它给压得圆一点 这里也可以用牙签之类的代替 当你觉得塞完之后 里面的缝隙什么的都很对称 之后就可以不要再塞了 好像塞的有点多 把它放在这定型 几个小时 之后再取下灰心针 它就会很好看了 就会变成右边这样 然后大家也可以去 我以前的Lover玫瑰 或者酒杯玫瑰的 折成一整只的视频里面 学这些花金花叶花鳄的折法 会让它更好看哦 今天的水晶玫瑰就完成了 嘿 对我呢 投个硬币 顺便关注一下我 之后再评论区六个言 写点建议 下期我们再见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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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